近日一名巴基斯坦男子在伊斯兰教经典可兰经 Koran中贴上相片被恐亵渎神明Blasphemy 未料他遭警方逮捕后 当地穆斯林仍气愤难平 竟号召一群人闯入警局掳人 动用私刑令其围殴 最后导致他活活被石块打死 尸体甚至差点被焚烧 最后经警方协调才停止暴力行径 每日邮报报道 资深警官厄帕巴巴斯尔夫拉斯·艾尔帕表示 这起事件11日发生在巴基斯坦庞州普省 潘州布沃伯顿城Walburton 一位名叫华里斯Wires的男子 在可兰经中贴上自己 妻子和一把刀的照片 并把书扔到南卡纳 南卡纳的农村地区 结果当场惹怒当地穆斯林 被一群人联合围殴 警方赶到后将华里斯带往警局拘留 不过暴徒们仍不愿善罢甘休 怒火未平之下竟爬木梯自二楼前入警局 再打开大门让同伴闯入 最后一群人强行将华里斯从牢房带走 当增援的警方赶到时 暴徒已经动用私刑处决华里斯 并将他的尸体吊在树上准备焚烧 索性警方及时阻止才中断暴行 据悉 华里斯在2019年就曾犯下亵渎罪 服刑到2022年才出狱 未料才刚获释就又犯刑 八国总理谢里夫 Shobos Sheriff谴责了这起事件 要求庞哲普省警长检讨 为何没能在拘留期间保护华里斯 庞哲普省警长已亦未能阻止警察局受袭 嫌疑人被杀为由 将沃伯顿城警局长和副警司停职 根据巴基斯坦法律 亵渎罪可判处死刑 不过国际和巴基斯坦人权组织表示 亵渎神明的指控经常被用来恐吓宗教少数群体 和解决个人恩怨 长期以来 巴基斯坦政府一直规划修改该国亵渎法 但遭伊斯兰教徒强烈抵制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